全宇宙 真的就像一个梦境 这场梦 梦里面的 像万花筒一样 什么都有 起来之后都没有了 醒过来了 全没有了 精干经典 比喻说得好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闪电 应作如是观 它不存在 像闪电一样 两下就没有了 再也找不到痕迹 叫我们看破 看破就放下了 放下就不造业了 不造业界内 就可以回归 自信 这大乘佛法 大乘佛法教我们 明信 见信 以这个 为学习的目标 又制度论 大制度论 无愿 故不造生死之意 所以 它也叫无作 段无修行 要执着 要执着 断卧修行的 像 就叫造业 那造业 造的什么业 六道轮回 六道轮回 自己造的 自己出不去 如果断卧修行 不着想 那就不造业 那为什么呢 它不敢果报 你修的善 善没放在心上 善善到的果报 你没有 杜中神造我 你看花眼镜上 圣热婆罗闻 鱼翅 甘露火 成灰 法售弥多女 妓女 贪嗔痴 手段是杀到业 他造这种 我业 收不收报 不收报 为什么呢 他心里头没动念头 那为什么造这个呢 度众生的手段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你不能齐心动念 你不能分别之处 有齐心动念 有分别之处 就造业了 那佛菩萨头一个 没有自己 所以他没有造主 无论干什么都没有造主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实现 诸事八十年 讲经教修四十九年 他有没有造主 没有 那他到最后告诉大家 他一句话没说 一个字没说 谁要说他说法 要帮父 那你说了四十九年 一切都是祝福所说的 佛福到头 他所说的跟祝福所说的完全相同 不足相 度众生 不足度众生的相 讲经教修 不足将经教修的相 这就叫空无相无悦法闻 这是大臣菩萨 那跟外表跟众生一样 天天走走 心里都尴尬一切 一尘不然 中文字幕志愿者